來 都要坐三分 趁著雨傘一路排到樓梯口 宜蘭太平山莊 遊客不斷湧入 為了就是要搭上這輛蹦蹦車 車長敲響搖離民敵準備出發 初一走春遊客搭上小火車 感受絕美山林 即便下著雨 依舊交不齊民眾興致 太平山莊預估初二和初三 每日會突破2000人潮 早上6點就準時開園 到目前為止有1500位 可以遊客入園來這邊走春 走春永人潮的 還有清水地熱公園 民眾提著竹樓圍在主食區 等待食物 也有遊客拉起褲子 享受溫泉泡腳 很放鬆啊 你們帶來要去哪邊玩 那有人去藏禮物 不錯啊 剛好天氣在這邊沒有下雨 台北還下雨 台北還下雨這樣子喔 清水地熱遊戲區人潮滿滿 上午9點多啟動停車場 總量管制 時事一出一進 另一頭花蓮鯉魚潭 同樣也出現走春人潮 高達15米的紅綿家家族 一字排開 再搭配水上噴泉相當壯觀 成了走春必去 民眾趁著過年 各地戶外偽出國 接下來廉價 各個景點人潮管制 恐怕都要嚴陣以待 聽著一段花蓮綜合報導 不敵人潮管制 縫裏